哈喽大家好,我是潮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杏鲍菇炒肉丝最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按照这个方法炒出来,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的 出锅以后先弄入味又特别的下饭 做法也是简简单单的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个新鲜的杏鲍菇 杏鲍菇准备好以后,我们用刀把它切成薄片 好多人都知道杏鲍菇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怎么样做才能做出放定的味道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详细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吃到放定的味道 杏鲍菇像我这样全部切好以后 再把它切成丝 杏鲍菇的丝我们也要切细一点,不要切得太粗了 如果切得太粗的话炒出来就不好吃 全部切好以后,走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块瘦肉 瘦肉准备这种里脊肉 或者是前腿肉都可以 然后我们把肉给它切成薄片 片切好以后再改刀把它切成肉丝 肉丝我们也要切细一点,不要切得太粗 切得太粗的话会影响口感 肉丝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然后往肉丝里面加入一勺豆瓣酱 一小勺食用盐 少量的胡椒粉 再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再加入一勺芝麻香油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一下,抓拌均匀 我们要提前把肉丝给它腌制一下 加点食用油能让肉丝更加的滑嫩 吃起来的口感不腥不柴 而且炒肉丝的时候也不会粘连在一起 肉丝抓拌均匀,先放一边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些大蒜 给它切成蒜片 大蒜我们要多准备一些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切好以后再改刀多成蒜末 要多细一点才特别的好吃 蒜末剁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了皮的生姜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再切成姜末就可以了 姜末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一把小葱直接把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喜欢吃辣的再切两个小米椒 把小米椒给它切成薄片就可以了 小米椒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几个青椒盐把它切成丝 青椒丝适应来搭配颜色的就非常的好吃了 青椒丝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再调个料汁一小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少量的食饮盐 再加入一勺鸡精 少量的胡椒粉 一勺白糖 倒满一小碗清水 一勺子将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切省时间 这样就不会手忙搅乱 搅拌均匀以后先放一边 接下来把锅中的水烧开 加入一勺食盐盐入个底味 然后我们要把杏鲑菇放到锅里给它焯水 这样去一下里面的草丧味道 而且杏鲑菇焯水之后就非常的鲜嫩 最可以把杏鲑菇给它刷一下毒 所以我们焯水一分钟之后 碰水捞出来了 捞出来以后直接放到碗中备用 接着起锅加入少量的食饮油 油烟之后 我们把肉丝放入锅中给它翻炒一下 把肉丝给它炒熟炒香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肉丝炒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起锅加入少量的食饮油 油烟之后 把杏鲑菇小美辣全部放入锅中给它翻炒一下 快速的翻炒炒出上香味和辣味 炒香以后 再把杏鲑菇加进来 这里我们需要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翻炒均匀 把杏鲑菇给它炒至入味 所以我们这里要炒个一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肉丝加进来 青椒丝也加进来 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翻炒均匀 把青椒和肉丝全部融合在一起 这才是杏鲑菇炒肉丝最好吃的做法 大概炒个一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再把调好的料汁加入进来 料汁加进来以后开大火快速的酥汁 把肉丝杏鲑菇全部给它炒熟炒香 这样炒出来就非常的美味了 快速的给它翻炒个六七八下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以后多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鲜香美味又好吃的杏莫菇炒肉丝 就这样做好了 按照我这个方法炒出来 不管是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的 就算是过年的时候 拿来招的客人都非常的有面子 而且这样炒出来的颜值也非常的高 做法是非常的简单 三分钟就能轻松的掌握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